一个女性在所谓的封建社会压抑了几千年 现在开始翻身了女权主义 你去看 随便去看 哪一个女强人 哪一个在社会上地位高的人 到处跑头露面 花枝招展 她的感情顺了 要么就吸引各种的乱桃花 要么 她强 外面强 里面就是弱 她注定是找了一个小男 你说 那我就小 那我们也不反对 一一一一扬 她要搭配 但是在中国 这个男人 如果是 你说我的先生 就是一个 司机 在美国 可以 我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那在中国呢 就是个开车的 你头计点还行 司机的职业还行 我们就随便打女方 这个男人 他注定是 压抑一辈子 女性 他也是 不是那么顺畅 因为家里 他属于内 属于阴 外面属于阳 他这个人 适合做的事情 绝对是不一样 你说男人洗衣服 做饭 看孩子 那肯定是 做的不私 他心在戏 而且这种 往往这种 他就是 雄心的一束手 说白了 现在科学 就是 他就 音不音 痒不痒 说难听的 那女性在外面 也是 所以就是 这个回归本位 很重要 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的时候 经济压力大 前面我们讲了 怎么解 你不要动不动 就是鼓励消费 各种的 那是 那是政策 通过膨胀 国家能够 提高 拿来一些东西 通过紧缩呢 对民 才会好一点 小国寡民嘛 安足嘛 节俭嘛 这都是老子倡导 这些 没办法 那我们 只能说 我们能做到 是吧 那每一个人 国家是国家的 我们每个人 可以做好 那整个的 法不择重啊 我们自己过好了 自己知道 同时慢慢的 社会整个变了 像现在的舆论呢 现在尤其 怎么就是 我们可以不在乎一些更多外景 我们不去惹人嘛 在什么场合 我们 硬核一下 然后拉回来 我们说这个 女人的地位 有人说人出生到哪里有五百年 男人比女人有狗 其实女人真的很苦 就是作为男人 我们要懂得爱护 但是现在女性呢 就是 有所谓的这个末法 也说我这个女性 强了 这个男人弱了 你说颠倒 他也颠倒 但是男人也不像 没有个男人一样 就是没有 胸怀大致 家国天下 这些没有 那女人呢 也不在温良宫眼上 尖量复得 没有 嫌弃良宫 我都想找 在哪 女人 儒家 讲的这个 这个天顿地位 虽然说曲解了一些 但是 他有这个伦理上的 天应该什么样 地应该什么样 然后下一节吧 产生这个如是道